我这几盆老庄长袖花现在都开花了 大家看一下 非常多的花苞 刺头挂满了这个花苞 其实要想老庄的长袖花开花非常简单 第一个光照不能少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 这个枝杆已经是木筑化的了 养护两年多的时间 每年都能开出这么漂亮的花朵 非常多 红彤彤的 再看一下我这盆 经过修剪 现在全部是花苞 非常密集的 经过修剪这套后 主要是促进它 长出更多的分支 现在挂满了小花苞 非常多 其实养护长袖花非常简单 一充足的光照 第二个充足的养分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 蒸根长花形营养液给它浇灌 一对一千 给它喷湿页面或者是浇灌 等它长出花苞 露出花色 我们就停止给它施肥 这个时候 给它充足的光照就可以了 要想尝试花 看花苞盆 这个方法 能让它更好的去 花苑分化 去冒出更多的花苞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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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